欢迎来到后顿网,请记住我们的网址 3w.后顿网全频.com 免费下载高清版,请登陆后顿网论坛 大家好,欢迎收看后顿网视频较成 那么现在有好多学员反应不会使用PVP,不会安装PVP的环境 那么我们连PVP的开发环境都不能安装的话,何来学PVP呢 对不对,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样来安装PVP开发的环境 那么我们会应该是PVP开发环境,我们应该是讲三个部分 第一个是集成化的开发环境安装 第二是在Windows的iis里面怎么样来配置PVP开发环境 那么第三个呢,我们会讲一下在Linux中怎么样安装PVP的开发环境 那么关于Linux中的安装呢,大家肯定要会一些Linux的操作命令 所以说我们Linux的安装呢,我们会留在以后讲Linux的时候再进行讲解啊 所以说我们现在这两堂课主要讲一下集成化的开发环境安装 和我们的在iis中的PVP开发环境安装 我们先看一下,那么我大概先整理了一下 我们的PVP开发,在Windows中的开发环境安装啊 有很多啊,我只是写了一小部分啊 比如说你看这几个PVPNow,然后WMPServer,XMPPP是不是啊 那么这个XMPPP在Windows和Linux,还有Celeris里面都可以进行来使用啊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集成化的环境包 但是呢,我们可以在Windows和Linux中,还有Celeris里面都可以来使用 然后XF1X也提供了安装包 还有DEDD也有安装包 还有PPCMS好像也有安装包 PP168等一些主流的CMS系统啊 都有这种集成化的安装包 但是我推荐使用哪一款呢 使用这个WMP这个啊 推荐 其实吧,这个东西怎么说啊 你用哪种都可以啊 大家知道我们发邮件 我们是不是可以登录 登录这个QQ网 通过QQ来发电子邮件 那么我们也可以用那个QQ提供的FORCE QQ提供有一个这个CS的桌面软件 叫做FORCE什么了 我可能我忘记了一点啊 用那个软件我也可以这个发送邮件 对不对 还有微软提供的一个软件 FORCEMile 我们也可以用它来发送邮件 还有很多种桌面的软件都可以发送邮件 是不是 然后我们聊QQ 我们也可以装QQ 桌面端的QQ进行聊 进行QQ的这个聊天 也可以装QQ公司的TM聊天 我们也可以用在线的Vive QQ聊天 我们也可以用在Linux的有Linux的里面的QQ聊天 对不对 也就是说我们完成一个功能啊 有很多种方式 所以说我们用哪个都行啊 都一样 我们的集成化PHP环境安装的其实也是一样啊 大家用哪个都行 包括比如说我们装系统的话 那么有一些学员可能是用的Gaust的系统啊 在网上下载 就是什么雨淋木风的 翻天花园的 电脑公司的 电脑城的 中安春的 是不是 很多个版本功能选择 你装哪个都一样 是不是 可能会有一些细微的差别 比如说桌面主题啊 软件的安装方式啊 手标右键的选项啊 可能有一些这样的不同 包括有一些服务啊 开启啊 所以说我这里有很多啊 这个包括P2P开发环境 能写一六国外国内的 是不是 但是只用这个WAMP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会把这个WAMP这个安装包啊 随着视频也把他地址发过去啊 发到论坛上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来安装 我这电脑已经安装了 我先卸载它 WAMP 我先把这个卸载掉 那么我现在把这个已经 这个WAMP已经卸载掉了 是不是 那么它有一个好处是什么 就是你卸载完之后啊 你这个Myserker里面这些数据库 还是有的 还是有的 然后呢 我们这个3W里面这个文件 也都有保存 都有 你看 我先把这个推出一下 现在我这个已经卸载掉了 是不是啊 不能打开这个文件了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怎么来安装啊 我先把这软件 扫一下 那么这个软件很简单 你看在这里 就跟我们从网上下载的QQ是一样的 就是一个ese的可执行文件 那么这个扩载名在Windows中 这个非常重要 是不是啊 ese呢 是可执行文件 然后呢 呃 php呢 是php文件 然后gf啊 psd啊 然后jpe啊 rrtg啊 很多扩载 扩载名是不是啊 通过不同的扩载名 我们可以区分不同的文件 那么这个点ese文件 就是可执行文件 大家下载之后呢 不要把扩载名字改掉啊 改掉就不认了 我们只要送上机就可以了 送上机我们开始安装 点击第一步 肯定有这个nest 和这个console放弃 那肯定是nest 然后要接受它的许可 是不是啊 然后我们在安装 首先要注意啊 这一点非常关键 大家在安装的时候 我建议安装到d盘啊 不要安装到c盘 你安装c盘 会有什么问题啊 安装c盘之后呢 比如说你的系统重做了 或者说 你安装完之后 你还原了 有很多还原软件 是不是啊 一键告诉他呀 或者说其他的这种 one key啊 各种方式 我们可以还原系统 是不是啊 那么我们还原之后 怎么样 c盘呢 是不是就恢复到 原先的状态了 是不是啊 所以说那个 千万不要装到c盘啊 那么有的学员说了 老师我装完之后 我再备份不就好了吗 你想不想过 你装完之后 你是可以备份 然后下次还原呢 这个系统 这个wap也可以正常启动 但是怎么样 里面的最关键的内容 数据库 data里面的数据库 是不是啊 就恢复到之前的了 那你在备份之后 建立的数据库 建立的表结构 是不是就没了 还有你这个 3w目录里面的文件 是不是 这些就会恢复到 你备份的时候的 那个状态 但是你备 原先备份之后 你进行的一切操作 就全部没有了 是不是 所以这点要记住就可以了 装到地盘 装到非系统盘就可以了 那么我一般装到地盘 装到E盘 F盘无所谓 装到地盘就可以了 然后nest 它刚好这目录已经存在了 我们不管它 是不是建立一个快捷方式 还是是否建立一个桌面图标 这个大家可以选择 这无所谓了 比如说建立桌面图标 再建立快捷方式 好 instar就开始安装了 非常简单 其实和装QQ 装任何一款软件一样 我相信大家在使用电脑的时候 装软件应该是 在熟悉不过了 是不是 有很多软件 我们都要装什么360 QQ MSN 各种各样软件 好 然后我们就让它开始装 大家看 现在开始装PHP了 是不是 PHP 5.2.6 那么这个选择你一个默认的 这个浏览器 这个我们不用管它 点取消也可以了 或者说你可以找到你的浏览器 比如说我找到我火湖的浏览器位置 只要在浏览器上点右键 就可以查到它的这个地址了 把它复制过来 粘贴 打开 yes 开始装了 相对来说 这软件我觉得是比较不错的 那么这块这是360给一个提示 那么这个证明这个文件 要对我们系统进行一些更改的操作 那么一般选放行就可以了 然后这一块呢 写你这个服务器的 服务器的这个主机名还有这个管理员的邮箱 这个都无所谓了 我们是本机嘛 好 然后呢 点击 这个完成就可以了 点击完成 我们这块开始启动 它启动的时候就先红灯 然后黄灯 然后都启动完之后就变成白的了 证明我们现在已经启动好了 我们来测试一下 我们是不是启动好了啊 我们只要打localhost的主机 回车 你看 可以了 是不是 我们看一下 这默认有个psp info 打开 pc版本是5.2.6 是不是 我们等一下都会看到 GDQ 是不是 Zyson 都有了 MySecure MySecurei PDO PDO什么的都被我们打开了 是不是 Zyson的处理 Secureate 是不是 都有了 那么这就完成了 基本上大家在用这种方式安装的时候 不会出现什么问题 不会出现什么问题 那么我们桌面也创建了快捷方式 是不是 我先把这个移除掉 这就是我们桌面创建的快捷方式 我的桌面啊 其实这些都是快捷方式啊 只不过我把这个左侧那个小箭头 我隐藏掉了 因为我觉得都是小箭头看特别乱 我就隐藏掉了 那么我们只要用这个双击 它就可以每次来运行它了 比如说我们可以推出 是不是 双击 就像我们打开QQ软件是一样的啊 那么有的学员说了 老师我每次打开特别麻烦 我希望 我希望每次开机的时候 它都可以这个自动运行 那么有几种方式啊 比如说我们在我们的服务里 管理工具 然后服务里面 我们可以找到 比如说我们找 打不得打头的 在这里 在那呢 WMP MySQL WMP WMP Apaq 是不是啊 Apaq运行我们PHP的这个环境 那么MySQL呢 是我们的数据库 是不是啊 我们点右键属性 那么启动类型 手动还是自动 你调成自动 那么就是可以自动启动了 是不是啊 但是有的时候 这个 因为我们同时要开启 PHP和这个 啊 开始Apaq和这个MySQL啊 它肯定占用内存 那么有的学员可能说了 这个 我不想让它每次开机的时候 都自动启动 那你就不用管它了 你看啊 WMP MySQL的 在内存 那是不是啊 12兆 WMP 它也在内存 是不是啊 好 然后呢 我们还有一种方式呢 就是我比较推荐的 就是你放到启动里面就可以了 我一般都放到启动里了 我不 我不放到服务里 你把它直接放到启动里 是不是更方便 是不是啊 那么它这样开机就自动启动了 这是一点啊 然后呢 还有一点就是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在命令行 我们看能不能进入这个MySQL啊 这个环境安装之后 我们MySQL 在我们实际在服务器上 肯定是有密码 你没密码 谁都能进你这个 这个数据库里面 删你数据 赶紧数据 那不就麻烦了吗 是不是啊 但是我们桌面操作呢 为了简化 所以说这种 集中化的环境安装包呢 它做到最大限度的开放啊 最大限度的开放 所以说我们可以 你看 不用密码 都能进数据库 你看我们的数据库都有 是不是啊 后顿CMS 多打一个 你看我们这个 后顿网的CMS 目前的一些表 是不是啊 都有 然后呢 那么有的学员说 老师我像你这样操作啊 我这个通过命令方式 我进不了啊 它不显示 它显示运行不了这个命令 这个啊 其实遇到这样的问题 大家可以用什么呢 第一种方式 我们就可以在这个上面 点上左键 然后我们找到这个 嗯 我们找到啊 mycircle 我们操作mycircle嘛 找到mycircle命令行 回车 没密码嘛 你看在这里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操作 是不是 这字特别小 看着在飞机 是不是 一样可以操作 是不是 一样可以操作 一样可以显示啊 那么 看一种呢 我们可以用什么 用这个 它末日已经集成了 pfcmyadmin啊 这是在pfp开发环境里面 呃 这个 BS架构里面 非常优秀的一款软件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来操作啊 这个软件的操作 我们后面会讲啊 那么有的学员说了 老师我就不想用这个 呃 wamp这个 这个 这种方式 我觉得这个 好像不太好 其实是一样的啊 那么有的学员说 老师我就不想这样用 我就想像你这样 通过cmd 对金融命令行来操作 但是为什么我呢 也不好使啊 为什么你 你老师你这好使啊 这个是什么 我们在这个 php 我们在windows里啊 有一个环境变量 在高级里面 有个环境变量 找到path path 这里 那么学过倒数命令的 应该对这个 对这个都很理解了 复制 然后我们随便找一个 嗯 在这里啊 我先写个 以上 上任选一款 一款 就可以 那么在我 你看我这是我刚刚拷贝的 我拷贝的有一个环境路径 环境路径啊 你看 我们找到这个环境路径里面 有一个 d盘 wmp里面 bing里面 mycircle里面 mycircle5.0 5.51里面的bing 是不是 核心 核心命令包 你看我找到这块啊 wmp 嗯 bingmycircle mycircle 你看 我们在操作的命令啊 都在这里 都在这里 你看管理员的命令 还有我们这一些核心的命令 都在这里 复制的命令 是不是 都在这里 所以说 我这个为什么能行啊 因为我配置了环境变量 当然这wmp已经为我们默认配置好了啊 有的版本呢 需要我们手动配置 我也忘了 我这是我自己手动配置 还是这个 这个版本配置的 如果说这个版本 大家装完之后 不能向我这样来运行这个命令 你看 不能向我这样来书写的时候 运行命令的话 那么就要把这块配置改一下啊 那么这样 文章师会做一些什么工作呢 他会在找这个命令 mycircle这个命令 他会找这个命令 如果找不到 他就会在这个pans里面找 他会按照这个 这个我们这个 环境路径当中去找 在这里面是不是有 所以我就能执行 那么你的不能执行呢 因为你的环境路径没有配置啊 你配置一下就好了 配置一下就好了 这块 配置一下就好了 那么这次 我给他 我给他 瞄一下红吧 这是这个 php的集成化环境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 再回到这个文件夹 大概了解一下啊 这个文件夹 这个文件夹 其实我们操作的 只有这个wmp 三w目录啊 三w目录里面呢 我们只要 把我们要操作的网站的文件 放到这里就可以了 那么比如说 我在这里面新建一个文件 新建一个c.php 随便建啊 比如说 我就想读取我数据库的一段内容吧 我们要简单写个 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 我们数据库和php 是否能正常 没有密码 然后我的数据库是 cms吧 我看一下 好 然后呢 我们来写一块写个命令 看这个表签准 看这个表签准 否则 相把它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是这个文件是C 主机名这个localhost 他就访问的就是这个3w这个目录 我们这个文件在c.php 是不是,那我只打c.php就可以了 是不是,大家看着怎么样 我是不是把我这个栏目里面的信息都读了出来 栏目名称啊,栏目关键字啊 栏目的这个静态生存地址啊 这我栏目定义的这个内容啊 你看和我这个pcMyAdmin是一样的啊 holdenms,然后栏目表 然后浏览 是不是,这些信息我们都得到了 那么这就证明什么 我们的环境安装OK了 我们的php可以正常运行 然后也可以通过php来读取我们的这个数据库中的内容 好,这就是我们这堂课讲的 通过极正化环境安装 大家不用在这上面浪费太多精力啊 没有任何意义啊 没有任何意义 只要选择一款工具能开发就行了 能开发就行了 没有任何意义啊 不要说我按个这个,因为这个浪费个半天一天的时间没有意义 只要说装一个wmp就行了啊 装wmp就行了 那么如果说你想在linux下安装的话 那么就装个ximpp就可以了 然后呢,我们开发这时候在p2p开发 呃,有很多优势啊 比如说我们p2p开发 我们可以用一些遇到问题的话 我们可以说,呃,在QQ里面和,呃,活动网老师进行沟通啊 活动网的这些,呃,学员进行交流啊 是不是啊 那么在linux下呢 我们用各种东西还是不是那么太方便 是不是啊 好,我们就就开发的时候在vnus下开发 那么,呃,linux呢 我们后面也会讲啊 好,这次谈歌就先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有问题到后顿网论坛进行提交 也希望大家将后顿网的免费视频 发布到各个视频网站上 再次感谢大家 再见